我贏了2次,就是小白王 今天又出名 3號仔,是精彩勇士 跑過2次,上不到名字 上次第3號 前次第3號 報文 精彩勇士 上次沙田 跑1千 又有第3名 前次沙田 又有第3名 快回曲 還未上名字 不知道是不是不行 連連歡呼 跑1次 跑不到名字 上次第5 前次第9 上次第9 上次第15 今晚9倍 1號電源之區 勝過 本艙 不如近迷差的 上次第 9 前次第 9 潘頓 騎冷門馬 4號 上次12 前次第 3 美麗蟹后 蔡明紹 上次不要前次好 美麗蟹后 夾眼 13 倍 現在 14 倍 美麗蟹后 贏過本號程 贏過本號是 14 倍 6 7 8 9 這隻叫 薄望波 30倍 錯出霍王星 現在是第 3 班 小霸王一直在贏上來 6號仔 看看如何 6號仔 看看如何 跑到在前列的 轉正直路上來 每次都有後勁 6號仔 小霸王 上次是2.6 前次2.8 都贏了 1號仔11 3 3 9 好厲害 連續三隻 健康正常 然後 第 3 班 都堅持 好難留得他 7號八心之威 8 5 去年幾好 八心之威上一年我都贏過,買中他 但今年經常都很後,上次第八,前次第十 八心之威當然贏過這個路程,贏過三次 六號,跑四次,贏三次,一個第三,另一個落地 七號,八心之威,八號,銀進,四倍,加利,這麼熱滿 加利,八號,上次第七,前次第十二,再前次第二 前四次不錯,最近這兩次不太好 八號,銀進當然是贏過這個路程 現在檔位又好,出到集才有機 八號,贏過本號程 取勝率不差 兩個第一,一個第二,兩個第三,一個第四,一個落地 九號,多利神區,贏過本號程 五號,蘇兆輝,三檔 多利神區的檔位都好 但是,賠率好像比較冷落 不夠加利 九號 十號,就是錄音神區 六號,進入個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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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號,上次第九,前次第六 成績好的時候,是三號,六號 六號,三號 六號,第一 三號,第三 二號,又好邊線 第六 其他都比較好 就是其他都 駱哥哥,重點檔它 自尊高菲跑得很出色 自尊高菲 但那場之後 跑第2、跑第9 自尊高菲 本路程就是未上過名 上次是2.2倍跑第9 田泰安 又沒有換人 沒有嫌棄 2.2倍 1號子位置 也沒有跑第5 在沙田 現在就來這裡跑12 自尊高菲 9 12號 12號 電信同心 電信同心 12前 9 很厚 所以是1,000 看完 贏過的是1號 4號 6號 7號 8號 9號 10號 上次成績好 3號 6號 11號 3號 1號 3號 4號 3號 2號 3號 2號 3號 3號 4號 2號 4號 6號 4號 2號 1號 3號 3號 4號 1號 4號 4號 3號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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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號 6號 6號 5號 51倍 八心之威 曾經是熱門 熱門之一 這隻馬好像 跑累了 還是有什麼健康問題 2號 7倍 2號每年歡呼何摘耀 這隻馬 第五、第九、第六 在敲門 這隻是神驅 上次第九、第六 15倍 其他上去都不錯 六恩神驅 氣威心 現在是22元 小霸王 小霸王連續贏了3次 多飛是很合理的 現在是第三班 我猜他可以升班 那些 健康沒問題 加了多少分 小霸王加了9分 上次是120磅 不是 今次120磅 也不是重磅 綠色 黑間 黑橫 黑橫橫 就是多利神驅 前前次好 近兩次都不好 紅燈 紅燈兩起 進閘 21元小霸王 左右一點 都不夠 三百千二米 精彩勇士 入閘 進得很順 白心智慧 最後 美麗蟹后 位置是著格的 只剩下 美麗蟹后 電源之區 和大熱門 小霸王 時間差不多了 交給雜次 美麗蟹后 小霸王 最后入閘 電源之區 全部馬不准备 妥當七場賽事 三班千二個短途 大熱是六 好 一起步 應聲彈出 小霸王快閘 外面精彩勇士 入面多利神驅 博望波 外面走上去 還有電信同心 最出藍衣 黑帽那隻 就是電源之區 中檔位置 還有白心之位 走上去 大約跟著第七位 美麗蟹后 放不出 在外面 至尊高飛 博望波 內蘭尾四 紅衣 後面三隻 連連歡呼 在尾三位置 銀瓶 在尾衣 黃帽 錄音神驅 暫時電喉 過600米段處 前面放的馬 電信同心 接著在第二位 精彩用時 白心之位 在第三 分裂四五位 電源之區 內蘭第五位 在紫色眼罩白心 小霸王 一路兜外面 有至尊高飛 外面追的馬 有錄音神驅 和大我當年年歡呼 最後直路 前面 佔先電信同心 中間位置 小霸王已經上來了 再入面追 博望波 外面上 至尊高飛 馬臨中間 還有電源之區 最後一百米到 小霸王以無敵的姿態 直落贏四場 跑第二名的馬 博望波第二 第三名的馬 至尊高飛 第四名 最出是那隻 連連歡呼 結果這隻小霸王 縱使今場賽事升班 一樣 以一個不費吹灰之力的姿態 贏馬 第二名 博望波 自尊高飛第三 連連歡呼 被一隻 哈哈 被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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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號薄王波 破壞了我的 六號十一號 真的 田泰安 跑第三 那隻五號仔冷門 很冷門啊 五號仔 霍宏星 那隻馬很厲害 很好啊 跑得很好啊 這隻馬是超級 但是 還是要跑得好才能勝出 對嗎 接著 內蘭 跑第五第六 轉彎的時候 他不走裡面 他完全可以走裡面 或者外面 他走外面 輕易取勝 起碼都五個馬位 四個馬位以上 真的 好馬來的 這隻 短途 後上馬 都很厲害 這隻 短途 這隻 不需要改變 跑法 每次都這樣 就可以了 連贏四場 今年應該是第一隻 連贏四場 周俊諾 出來了 沒問題 出來了 現在 他就在內蘭 那裏 無顯冬在前面 無顯冬 在前面 薄望波 尾四 紅衣 這隻 有Q 不知道為什麼 跑出來 進了Q 很多時候 賽事都是這樣 有隻馬 大家都懂得看馬經 都算好的 有些都說 不要太薄 有些是這樣的 有些 無辜的 走一隻 薄望波 現在周俊諾 他完全可以走裡面 他不走 他不走 他走外邊 他走外邊 拍上來 那裏 他不夠跑 這隻 紅色衣服 有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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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衣服走上來 這隻 11號仔 這隻 裏面有隻 紅色 那隻叫薄望波 不懂 初出幾十倍 五六十倍 這樣 六五十一 即五號仔 不知為什麼 突如其來 贏了 一隻 十一號仔 即五號仔 animal